像你都躲在家里唱歌是不是 对 其实有很多人问过我说 你平时工作就已经是唱歌了 那你到底还喜不喜欢唱KTV之类的 那我的答案是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我很喜欢唱别人的歌 唱KTV或者是在家自己练歌的时候 我觉得很自由 所以唱歌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我那天就是坐飞机的时候 就唱的时候我觉得 哇 原来唱歌可以这么 你听听自己的声音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以前是只有身体可以带给我 舞蹈可以带给我 但是现在好像在声音成长的过程中 原来也有这种感觉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像可能像大发你是 觉得在打坐的时候 你能跟自己身体对话 我是戴上耳机 然后我在麦克风面前 我的声音会告诉我 我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 所有的情绪都在我当下的耳机里面 我听到的 当天我的声音里面 这个很神奇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自己戴耳机 在家里面唱 因为那个完全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内心 就是一个空间 就是在跟自己对话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好疗愈啊 确定来这个节目 我想找到一点自信 找到了吗 我觉得我在一公找到了 ok 然后因为曲音姐她看到我的那个自信 她说我在啪啪啪跳自己的那个pa 然后唱的时候她说我特别有自信 对对对 那很帅啊 一公的时候有有有 而且一公的时候我看你 你不是在我对面练舞吗 不是有时候一个人在练舞 我看他 这么跳这么会跳 就那个自信心就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是大家一起 因为不是你一个人了 因为你以前都是一个人 我觉得不孤单 而且就是那种我觉得再怎么样 他们都会在底下帮我撑住 如果我做动作做错了 或者是我跟刀刀 我们俩有双人舞的部分 哪怕摔跤他也会搂住我 然后就 安全感好重要 对 是的 好啦我插完了 我也是 我也是 纸可能 好